我们到河马培克斯会员店了 先上次的运营走 我懒得别买了 现在是工作日的中午 河马摩有什么人 挺好的 直接就是毛鲁文具 没有那么大 家里你放这个 好 哈啰呀 我刚刚从河马培克斯会员回来 然后呢 就直接把这个虾炒了 30多块钱 一大河大 它不是鲜活的 就像那种 我们去菜市场买的那种 海里面捞出来的死虾 它不是冷冻的 但是还是算鲜的 我就用那个火锅底药和好友 放点青椒啊 松香蒜 什么炒的一起 在家吃皮虾的好处就是 手上的方便洗 在饭店我一直很嫌疾 饭店都会使劲 30几块钱 我觉得要求 不能太高 然后我也其实不太会包皮虾 我也是第一次自己炒皮虾 但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个虾壳还挺软的 因为我吃过那种很大的带黄的皮虾 然后有被那个尾刺扎到我 看一下 这个是肉肉 所以有些里面就是肉好像有点化掉 它每一个鸡皮虾的新鲜炒度不一样 这个就比较好吃 我个人是觉得 但是这个鸡皮虾应该比较 没笑而已 好吃 鸡 以前没有的桃桃乌龙茶 它有橙汁还有三枚汁 在只能选一桶的情况下 我选了没有喝过的一款 我怎么体会 好淡 好淡的桃子味 肉肉茶味我感觉到 也不酸 但是有桃子味 不是那种香精的感觉 它就是水 水桃姜 蜜桃浓酥汁 蜜桃乌龙茶 乌龙茶粉 吃鲜糖醇 一些 还有一些后面腌制红的一些添加剂 这个保质期 28天 我比较喜欢喝不怎么甜的饮料 这个也是河马家的一个新品吧 这个不是X会员店买的 这个就是正常我周三会员日 就是直接配送上门的那种 奶茶 这有两款 我买的是西兰红茶味 还有一个是绿色的抹茶味 不是很甜 但它还是一个调制 我们看一下成分 生牛乳大约等于80% 然后水 白砂糖 素容 红茶粉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卡辣椒之类的配料 比较淡的 所以喜欢吃奶味很浓郁的话 这个盘可能是很甜的 相对那些瓶装成分的可能更健康一些 我喜欢喝淡奶 这挺适合我的 那我还买了这个 45元的一个拼盘 里面是猪耳朵 猪尾巴和猪脸肉 其实我是看中鲁的猪蹄的 这样三个平卖 然后主要是我直接 你看我买 然后下周一我就要去 我看了 我只能买差不多两天的故事 太多输掉 就有点浪费 其实我如果正常的话 鲁味是吃卤猪耳或者卤猪脚 然后这个这一盒里面 其实只有卤猪耳是我平时喜欢吃的 然后就本着尝试的心态 它猪尾的话是有单独买的猪脸肉 就是搭配跟这个拼盘一起买 如果单卖猪脸肉 应该一般人不会去买 是要吃猪脸肉啊 先尝一下猪耳朵 咸香怪咱们还挺够的 看他出来 这个猪尾巴上很棒 对 这个猪尾巴吃起来 比那个猪耳朵要香很多 不行 我再吃一个猪耳朵回味一下 感觉不是一锅乳药里面出来的 为什么猪尾巴那么入味啊 这个猪尾巴更香 不过这样 它这个鸡更厚 它这个鸡更厚 不想分进去 单位就更浓郁 应该是为了方便把猪尾巴脚才做的这个拼盘吧 这个咸味比较重 比卤猪尾和卤猪耳都要咸一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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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没有买猪脚 猪脚这三个有卖猪 这三个有卖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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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还买这个 韩式的旧酱 有行处的 我其实也没搜过和淘宝上多小期 闭眼看到 然后没有买过 我想吃一下 这个里面一共有五包酱 那个部队锅的 然后辣白菜汤的和十锅拌饭的 五包 是六包酱 分正下 我主要是看众部队锅和辣白菜调 因为天快冷了嘛 我准备在家里吃 保质机 保质机是十二个月 冬星后面保质机只有半年 还是八个月来的 所以我特别看了一些保质机 一个冬天 就是又薄 不妥的 过来 就这样 拜拜 拜拜